好,我們現在進行我們的就是今天的排行碼 就是說數位銀行的大排名 那這一次呢總共有就是有三個排行碼 就是這個題目我有問三個問題給大家 第一個問題是2018年的數位帳戶知名度排行碼 那第二個的話是數位帳戶的最高滿意度排行碼 第三個是不滿意度排行碼 那我個人覺得說以這個 吸情的程度來說的話 應該是大家最想要知道是不滿意度的排行碼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第四名 到底是大家最不喜歡的數位帳戶是321的嗎 還是Banky耶 哎呀我的天啊 咱們就是推廣最用力的這個數位銀行碼 就是大家就是最不喜歡的第四名好不好 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基本資料 數位銀行大排名的這個部分呢 其實我就讓大家就是用手動去做填寫 尤其是最不滿意度的部分 我希望大家就是你真的有想 然後把這個字打出來 雖然說它是選填的部分 真實程度還蠻高的 因為你必須要去想過之後 然後才能夠把你自己覺得不滿意的這個數位卡的東西提進去 然後寫上去 那我們這一次的這個總文件數一共有391份是有效文件 那這一題的部分一共有185個人填打 所以它的填打率大概是47% 接近50% 有一半的人都有在做填打的動作這樣子 然後在這185個人填打裡面 23個人填Banky不滿意 所以說它的得票率就是6% 就是每100個人裡面有6個人覺得Banky很爛這樣子 好啦我們還是來看一下就是觀眾的意見 就是為什麼大家會覺得Banky不好 其實完全沒聽過Banky 如果沒有看寶可夢的話 就根本不知道是這些 有這個產品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 它可能沒有花多少錢在打廣告啊 就是只是先請一些KL來做這個分享 所以它就是目前還在試水溫 就還沒有非常大力的在花錢在打廣告這樣子 那有人寫到說我看一下 優惠門檻高讓人卻步 回饋機制非常的複雜 然後再來就是 只有單純信用卡功能 又有卡或者一卡通使用機率會降低 而且不支援Apple Pay 那其實它會不會支援Apple Pay 或是行動支付的部分還是要看說 這個遠東商隱他們到這邊去談 因為遠東商隱如果有跟Apple Pay談好簽約金 然後錢付出去了 那他們其實就可以上架了 那目前的話看起來應該是還沒有 可能也沒有這個打算吧 所以說就是 還沒有辦法在Apple Pay上面保證我們的Banky卡 或是遠銀信用卡這樣子 這是比較可惜的部分 那當然前面有講到說 優惠門檻高讓人卻步 我覺得這個也是 這也是它的問題 因為它的第一個門檻是要 你的整個社群線要刷卡到12萬 你才能夠就是拿到這個加碼的2.6%分會 那說真的啦 我自己在看我自己也覺得很困難 為什麼 因為全台灣糾團最厲害的寶可夢 我自己 大家整個社群線的刷卡消費 一個月也沒有到12萬 都沒有超過啊 所以你看我自己本身 我自己已經很努力在刷也是刷不到 那更何況是下面的我們這些圈友 也都不太願意去刷 所以這是它最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它那個刷卡動能沒有做出來 這是比較可惜的部分 來 謝昭英講說 Banky申請無法勾否 對 這個 你是指什麼地方不能夠勾否 是指那個 是指那個什麼 什麼東西啊 他說財務說 共同行銷 共同行銷的部分 這樣子好了 我覺得大家 如果你真的不喜歡 就是被打電話騷擾的部分 你可以就是卡片辦下來之後 再打電話進去客服跟他們講說 幫我把這個共同行銷的部分打掉 應該可以用這種方式來稍微就是把它阻止 不然的話就是你辦信用卡共同行銷就是一定要打購 這是比較沒有辦法的部分 就是也是跟大家說一聲不好意思 但是這也不是我能夠決定的 因為那個系統是他們設立的 也不是我設計的這樣子 這是沒關係 Banky的漫畫風格 讀取慢 目前不知道還能幹嗎 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都是有一樣的問題 就是說Banky這個產品 目前到底可以做什麼事情 這個應該是非常困難 因為就是他們的宣傳可能也沒有非常的夠力 或者說他這個產品 他的那個整個回饋機制設計的太複雜了 我光是要跟大家講清楚 我都要花一個小時的時間直播跟大家講 大家才可能比較了解 沒有看過的人 或者是不想看的人 根本就更不知道 所以這也是他們就是產品 先遇到的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不要講說那個 你說百分之0.15 然後有0.15 會回到我身上0.15 你自己收著 因為那個回饋率就是比較低嘛 所以大家就不喜歡 然後再來就是你要有那個集聚式的 你的社群圈要刷12萬 刷24萬 刷多少50萬 100萬 然後才可以拿到相對應的這個等級的無愧 這都是太複雜了 就是連一般的KOL 他可能都還搞不清楚狀態 可能寫文章他會寫錯了 那更換一般的消費者 就是看看都還是很難去理解 這也是他們接下來的課題 就是可能要用更淺顯易懂的方式 讓大家知道或者是去修改他的遊戲規則 然後讓這個回饋率能夠更簡單一點 有人說妖人制度好複雜 這個妖人制度的部分 其實他應該是只要把你的糾纏連結 丟給你的信用 他點了之後辦卡就可以了 我個人覺得他的妖人制度 其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複雜 因為很多的MGEN糾纏活動人器 比如說像那個王道的部分 就是我把我的連結放在網路上面 人家看了想要辦點了就辦 就這麼簡單 不然的話就是像那個 遇上太錢包信用卡看也是 就是你就是把那個糾纏連結 你自己的辦卡連結放在網路上面去 人家看了就點 然後點了就辦 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覺得他的制度其實是差不多的 只是說 他的那個回饋計算方式 讓你很難去做推廣 因為就是我都要講半天 然後你才有可能聽得懂了 那更換是 如果是你們想要邀請你們的親友 去申請這張信用卡 你光是講到現金回饋百分之0.15% 你可能 人家可能就直接就吐槽 你就說這到底有什麼好的 對 然後你就講不下去 然後你真的有辦法吐 而且就是他 在推廣這個Banking卡的時候 遇到最大的一個困難點 就是他的回饋率如果不高 你真的很難去講 介面不友善 在手機上要申請帳幣 填了超過五次才成功 而且遠銀上傳機制真的很遜 要很有耐心去處理 APP雖然可愛 可是不順手 再加上回饋看得到吃不到 遠銀要加油 所以我覺得這個人他講的也非常的中肯 就是他把所有的優點跟缺點都講出來 他覺得 銅趣風的這種 所謂的這種設計是還不錯 他覺得OK 但是呢 他的這個遠銀的這個信用卡的申請 上傳系統做的不是那麼友善 不是那麼好 然後再來就是 他的那個回饋看得到吃不到 也是非常可惜的部分 所以 因為他的回饋率低的部分 所以我就不會建議大家把它當主力卡來使用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解任務的卡片 比如說寶可夢三月份有新的刷卡解任務活動 你就可以拿出來刷個三千塊 用這種方式 就是稍微就是衝一下刷卡量怎麼這樣子 但是我不會就是要求大家 就把它當作是主力卡來使用 自行輸入繳費金額產生條碼來全加繳費 本來是蠻驚艷的 但是後來被收了15塊手續費 點點點 所以他這個 他這個時候給你收手續費了 所以你自己要特別注意 如果您自己不想要就是 被收手續費的部分的話 你還是就是在網民上面做繳款 不只是申請SDA 自動這個帳戶扣腳比較好 對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人講到說看不懂在做什麼 然後軟體需要很多很多改善 然後再來就是 回饋機制複雜 要拉下線很麻煩 對就是邀人制度非常的複雜 這也是啊我覺得 現在的年輕人 就是說我們這一般的消費者 都會覺得說 我要用這個卡片的優惠 對我還要再找好多人來叫我這一團 可是好麻煩 就不想用 對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 就是心裡面的一個很大的一個門檻 就是如果銀行人要叫你做糾團這個活動的話 你必須要跨過這個門檻 然後你才有可能就是 去拿到一些好康 所以我覺得這個門檻算是蠻高的 不然的話為什麼就是 都只有網路上這些卡路人 霍洛克在賺這些好康 那為什麼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去賺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有辦法 就是可以去做這個所謂推廣的動作 好所以 我覺得銀行必須要推出相當程度的好康 然後才會促使大家 要去幫你做宣傳 不然的話就是你這個產品要非常的好 比如說像Richard這個部分 Richard他的產品只要好的話 那大家其實就是會自然而然去去 Core相傳 然後去分享這個產品 對他可能給你的優惠不用很好 這個糾團優惠不用很好 然後大家就會幫忙宣傳 最後一個人講說 期待banking能有一般作為 好也是這個樣子